太平长翼十一街日前开通之后 不只书解了长翼十街的车流量 也让长翼国小的家长在接送是更加的方便 但转线的道路旁边 有一条紧邻长翼国小 侧门回场的人行步道 却是杂草丛生的泥土地 不仅是不方便行人通行 一道的下局更是整个泥泞不堪 地方希望能够争取经费来改善 来方便民众通行 饭忘过去一整片泥土地上面还长满杂草 这是位在长翼国小侧门围墙旁的人行步道 杂乱的步道不仅有爱观瞻 也让行人不方便通行 地方希望能够进行改善 在这个现场也看到了 整个长翼十一街 重画区是这么漂亮 公平这么漂亮 而且绿美化这么漂亮 但是我们长翼国小整个旁边的步道 杂草重生而且都是一个泥巴地 我想啊 我要设法争取经费 来把整个长翼国小的 整个我们的校园的步道区 把它做一个新建 如果不建立的话 整个跟这个环境隔个不入 第二个同学上班 家长散步 如果走这样的一个步道 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而且万一下雨的话 又是泥泥不堪 地方表示长翼十一街日前通车后 疏解长翼十街的车流量 也让长翼国小的家长接送更加方便 而这区块也属于重化区 但警铃学校人行不到却还没有建置完成 遇到下雨更是泥泥不堪 也让学校是非常伤脑筋 长翼十一街的道路通车 其实我们也很高兴说 可以疏解我们校园周边的车流量 不会集中在侧门那个地方 那分散车流 对我们学生的上下雪 会比较安全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担心的是 因为长翼十一街的道路通车 可是我们在旁边的人行道 是还没有建置完成 那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把它做好 让我们的小朋友或是社区的民众 在行走的时候 有安全的人行道来走的话 这是对社区跟学校会是比较安全 而且有保障的一个工作 听到地方的信声 地方名代表是将会积极向市府 争取经费来改善 这长达140公尺的人行步道 不仅是学生上下雪的必经之路 也是附近居民散步的好地方 希望改善后 让行的有更完善的行走空间 介绍庄台中常报道